大家好,我是您的养生顾问老安 每天见一面,健康多一点 如今身后节奏快 很多朋友因为工作忙就不吃早饭 殊不知不吃早饭危害特别大 长期不吃早饭的话 容易使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血管内壁 会导致动脉硬化 急易患心梗脑梗 不吃早饭,大脑还会释放出需要高热量的信号 导致您午饭和晚饭摄取垃圾食品的几率大增 长期如此的话 肥胖症、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等这些健康杀手 都会找上门来 早餐既然这么重要,应该怎么吃呢 老安推荐您 五个一 一碗燕麦粥 酱脂酱汤 养胃润肺 燕麦粥是有名的长寿粥 很多百岁老人都有喝燕麦粥的好习惯 燕麦粥最好在家的小米 还有安身助眠 酱脂酱汤 养胃润肺的效果 一个鸡蛋从头补到脚 在营养学界 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 从中医方面来讲 鸡蛋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平衡食品 蛋清性微寒 蛋黄性微温 蛋清能清热 蛋黄能够补血 其功效可媲美恶骄 一杯牛奶防动脉硬化和高血压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提出 要每天喝奶或者吃上奶制品 早餐一杯牛奶能够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 对中老年朋友而言 还能防止动脉中原硬化 高血压和骨质疏松的发生 一种蔬菜平衡体内酸碱 您在早餐桌上出现最多的 不外乎 稀饭 馒头 油条 豆浆 鸡蛋 或者是奶制品 这些食品 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 但是维生素的含量却很少 长期不吃绿叶菜 容易是体内酸碱平衡失调 导致血压偏酸性 出现缺钙症 营养学家建议 如果您早餐吃点蔬菜的话 就能帮助平衡您体内的酸碱 蔬菜不仅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和多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还含有很多的钙 钾 酶等微量元素 对您的身体好处多多 一小把坚果 助您减肥 早餐吃坚果 是非常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因为早餐 人们很少饮食过量 经过一整晚的消耗 身体大部分会处于 营养供应不足的状态 这个时候 补充坚果这样 高能量高营养的食物 可以提高您的早餐质量 同时 早晨 人们的代谢水平相对较高 加上上午工作任务比较繁重 所吃的食物 很难变成脂肪 堆积在您的身上 所以 早餐 吃一把坚果 并没有长胖的风险 还会 抑制 午餐和晚餐的食欲 对控制您的体重 有益无害 如果您 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 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